远征其实当时走红是因为真言警官 真言警官是在北京地区吧 比较走红 如果说你当时就走真言警官这样的好人的路子 远警察 你会不会没今天 应该是很难 原因是就是说 那种戏后来就少了 然后就开始商业片的港台边的进入 什么戏说乾隆啊 什么这些 就是那一大片 那些片子开始介入 那个时候不爱看大陆片子 爱看港台的片子 就是喜欢看那个商业性更强的片子 更加游戏一点 更细说更游戏的 从细说乾隆开始 对 那个时间段我 我有一段时间是 这戏有一点困难 困难在于哪呢 困难在于就是说 港台戏也找不到我 然后古装戏让我去演可能也觉得很怪异 还有比你更合适的 对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怎么回事 然后男演员实际上也处在一个尴尬的年龄 就是说你当从小伙子开始往父亲这一辈子开始走的时候 他也会遇到一个这个尴尬期 好在那段时间我在仁义演话剧了 演茶馆 演一些就是话剧 所以我有两年的时间没有接一部电视剧 我现在翻过来想 真的是 错过了不要和某生说话的话 我不知道我今天是什么样 那个作品是当时很是一个很勇敢的作品 很直面家庭暴力的作品 也加上是我比较勇敢的就是接了这个角色 当时五个人选嘛 五个人选我是最后一个人选 张建东就说我当时真的不看好冯远程 就是觉得他长得太一般了 对 他就是想找帅哥 所以当时他的第一候选人是孙纯 第二候选人是普存心 第三候选人是吴若孔 大帅哥 二帅哥 三帅哥 然后第四候选人是高曙光 四大帅哥是吧 真是的 然后第五个候选人是冯远程 跟帅永远搭不上 对 但是当时只有我坚持说我想演 说普存心给了剧本没消息了 然后说那三个人基本上就推掉了 说这是坏人我不演 后来我说那我演吧 帅哥都觉得自己一定不会干这种事 是吧 其实这也是误解 你说知识分子也好 帅哥也好 都有可能产生家庭暴力 当时是2001年拍的这个戏 2000年的时候 中国百分之五十几的家庭都有暴力 百分之三十八点几的家庭 是大专以上学历 所以开始我接到这个剧本 我也有点疑惑 博士 年轻轻的一个博士 打老婆 后来我就给那个一个妇女热线 洪峰妇女热线 我给那打电话 然后我就咨询这方面 然后他们的工作人员就觉得 我可能有家庭暴力 就给我讲解 疏导 然后我就给我讲了很多数据 我才相信 肯定能够 不要和莫生事实话到今天已经第十个年头 就几乎每年我都会接到这样的节目 就是我们要讨论家庭暴力的希望您来 然后几乎每上这个节目所放的那个视频都是打媒体的那些视频 你从男人的角度你能说一说你们男人为什么要有要事报在家里 就是压力太大了吧 我当时开玩笑的时候 我说你看在家出门不能打上司吧 不能打同事吧 不能打朋友吧 不能打下级吧 然后不能打周围的人吧 那么回家不能打父母 不能打岳父岳母 不能打兄弟姐妹 打了自己最亲的人 孩子可能也别打了 那就打老婆吧 当然这是我玩笑 实际上可能就是他想释放压力 或者夫妻沟通上有一定的问题 但是我要告诉女性朋友们 就是说一定要扼杀在姚兰 当第一次动手的时候一定要警告她 不能有第二次 因为打人是要上瘾的 你比方说最简单 我拿我的例子来举 我在拍打这个没停的这个戏的时候 没有一次是真打的 明白吧 但是每次假打完了我特别痛快 畅快淋漓 为什么 因为你有任何人当中都会有苦闷 不是从没停身上来的 不是从这个人物身上来 是你现实生活中 你也会遇到一些压力和苦闷 你去哪释放 有的时候人们去唱歌去释放 对吧 有的时候人们去 通过玩 花钱去释放 那有的人就通过打人 而且我觉得人的天性中都有恶的一面 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只不过就是说 你怎么把它排解掉 或者是你怎么把它隐藏得更深 或者是你怎么把它释放掉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我问一句不客气的话 如果演着你没有演过这个角色 你有可能产生家庭暴力吗 我不可能 因为我从小就知道 打女人是没出息的事 有本事你去打男人去 打男人也不对 当然也不对 就是说男人之安 你可以跟男人去打吗 你凭什么打女人呢 所以我 但是研究这个人物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当初最大的困难 就是说怎么研究 怎么打起来这个人 打的过程好办 对 是打完了以后 打之前和打完之后 所以为什么他能成为 所谓的经典 实际上我觉得这是我们 这个设置团队 对这个剧本研究 当时真的是一点一点在研究 怎么办的问题 包括最后他道歉 这些都是就是说 除了剧本提供以外 都是想办法去研究 包括他跪下 跟他道歉的那种 真眼景观让人们喜欢冯远真 对 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让所有的观众认识和恨上了冯远真 但是我实际上在琢磨冯远真 就是我就觉得你所有的非常态的角色 都演得特别好 你比如说 天下无贼 天下无贼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你那个同性恋 包括你这个最后的王爷 为什么你自己琢磨过吗 为什么呀 我觉得可能都挺意外 除了你比如说最后的王爷 我现在想想就是这些戏都是我捡来的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本来不用我 最后落到我头上了 然后天下无贼 也是冯小刚导演 那场戏是在原剧本当中没有了 最早的剧本有 后来实拍剧本没有了 要拆那个火车 搭的火车的井要拆了 冯小刚导演说不行 我得把那场戏拍了 说如果不拍就是遗憾 哪怕我将来不捡进去呢 有可能捡不进去吗 因为它是毕竟那个段落是个喜剧段落 跟整个片子并不是很搭调 结果就拍了 我也没觉得什么 就认真真去演嘛 跟范维老师俩人琢磨成那样了 就是因为范维老师演戏就很喜剧 我如果不去那样兰花纸的话 就压不住他了就等于是 所以我就最后给我逼的 只能破例使用兰花纸 这一下戏就给抢走了 然后到了《非诚勿扰》也是 实际上《非诚勿扰》 当时他也是找了别人 事来事去 后来他说还是找远真嘛 但是我觉得找《非诚勿扰》 是基于《天下无贼》 他有基本信任 他就觉得信任我 那么我也没想到 我当时拍的时候 我就说这戏肯定给剪了 我说别这么那 不会让播的 不会让演的 结果没想到剪进去了 没想到就观众很喜欢 实际上这是观众给我的惊喜 除了我自己就是这个意外以外 而且我觉得同行一定也很赞赏 对 吴若浦那年见到我 握着我的手 哎呀远真 我最近看你那个 他很少夸人你知道吗 太好了 你说什么呢 他说就是《非诚勿扰》 哎呀太好了 突然撒手 你不会有性趋向有变化吗 然后我说不会 这些人物你平时就观察过吗 实际上是这样 我觉得一个成功 就像你开始说的这个 就是自我修养 就说我所演的这些 所谓非常态的人物吧 很多东西都是从生活中来的 真的是 你比方说《非诚勿扰》这种角色 因为我在生活中接触过 这种人 那么演员实际上不是 有的时候是不是因为 我演了这个戏 我才赶紧去找这个角色 时时刻刻关注周围的这些 人和事 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我在街上爱看吵架呢 我一看到吵架了我就过 然后我爱人就走走走 干嘛呢 我说我看看看看 实际上我并不是关心他们吵什么 我关心的是什么人在吵 有的时候可能一个特别有特点的人 在吵架 我可能记住了 那我可能就用到了戏里头 但是这个戏不定什么时候来 老师曾经说过就是热爱生活 你演员只有充分的热爱生活了 你才能够体会 你就像我 我到现在我都会去逛一些小摊 讨价还价 有的时候跟人家斗 实际上并不是说 我好像说一毛两毛的 让人觉得你干嘛呀 但实际上我觉得是过程 实际上你讨价还价 你就能观察到 这个摊主的心态 你就能 假如让我有一天 演一个摊主的话 我就会用这个心态去演员这个 这一类人的智慧是什么 对 然后有的时候你买了一个东西 真便宜 然后旁边那个说 那你五十块钱买 我那边二十就能买到 又上当了 白讨价还价半天 但是这是一个过程 这好演员永远是要接地气的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不观察生活 如果我永远把我的生活圈子 说我出名了 我要关在屋子里头 我不让人家看我 我也不跟老百姓接触 那你只有演古装戏了 只有演古装戏 我记得你有过这么一句话 你说演员是一个技术活 对 但是你知道我上次采访 那个陶红 他的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他说我现在演戏 我最害怕的就是 我自然流露的那些技术 所以说我相信你一定理解他的意思 我理解 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些经验 和你的角色 这些心得 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说演员是技术活 你比方说 演员表演是分阶段的 我刚开始学表演的时候 全是真的 哭啊笑啊 必须是真的 有时候就为什么就是笑的 你想真笑 你笑不出来 然后所以就是导演说 你笑一下 太假了 笑真点 怎么也笑不出来 原因是什么 就是你心里没有 然后为一场哭戏啊 在那想半天怎么哭啊 说我爷爷死了 我没爷爷啊 因为我真没爷爷 我怎么想我爷爷死啊 我爸我妈还活着呢 所以为一场哭戏很难 那么到了一定的程度 就是陶红说的技术活 就是技术 这个技术是什么呢 就是我一切都是技术 我印象最深的技术活 最好的是蒋琴琴 就那个时候啊 他刚演完琼瑶的戏 然后我们在拍康熙威夫斯法 他跟张国立的一段感情戏 那天我没事 我在探班 在现场在玩看着 然后他跟别人正有说有笑的 然后突然间那个导演就说 说琴琴 张子敏导演特别和善 这个镜头咱们要流眼泪啊 不要笑了 啊 又流眼泪啊 说啊 然后呢 他就 那你等一下吧 就回过头 然后我们就在那等着 我们以为他得五分钟十分钟呢 过去大概五六秒钟 好了来吧 说好了吗 来吧 然后预备开始预回头 眼泪下来了 你当时就傻了你知道吗 哎呀 说你是第一哭星啊 你太伟大了 但是当时最清醒的是谁 邓杰 拍完了 答案说过了 说琴琴 你这眼泪不好啊 琴琴 擦着眼泪 说怎么了 说你看 假的 琴琴擦戏拍多了 他说姐姐那怎么办呢 他说拍琴擦戏 从头哭到尾啊 我们什么又是眼药水 又是什么催泪瓣 又是这个那个 就是想着各种办法 让他流眼泪 说到最后你就得用技术 你不用技术 你已经没有眼泪了 喝大量的水还要 实际上就是 当你技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你一定用的是技术 我记得我在2003 2004年的时候 我有一次 2003年的时候 我在上海拍戏 拍了八个月 演了三个戏 就一个接一个的戏演 我突然在演第三个戏的时候 有一天 我在现场 我突然也想 我说坏了 我不能再演电视剧了 为什么 就是我也哭也笑了 但是我所有的哭笑 都是技术了 状态 对 就是几号表情就出来了 真实吗 看得挺真实 就是导演觉得好吗 觉得好 但是我觉得不好 所以这就是我的第二阶段 表演的第二阶段 也就是说技术 咱们说艺术是俗 大俗到雅 再到大俗 到了雅的阶段了 雅的阶段是 就是我们表演的雅的阶段了 就是一切都靠技术 你可以不动心 你可以什么都不想 该哭哭 该笑笑 然后完了事 什么都没有了 我觉得这是挺可怕的 那么这种流露 是自然的吗 是自然的 但是这个时候 你用的都是技术活 我觉得我现在是到了第三个 就是第二个大雅的阶段 这个时候是有阅历了 有感悟了 很多东西是需要真实的去体验了 很多戏也要用技术 因为实际上一个演员说 大家在说一个演员投入到了 说不能自拔 可能在初级基本上可以 到了我这个阶段我觉得没有 因为有表演经验的人 他有表演经验 他会相信 你到了拍摄现场 站好了 你要演这段戏了 摄影过来说 田哥 你从这走到那 别偏了 偏了在画面就不好了 首先你要想 我不能偏了 这是一个杂念出来了 那么化妆告诉你 姐姐 别往那边偏 那边偏不好看了 好 你要还要注意镜头的位置 角度 角度 对吧 那么录音说了 您别偏头啊 偏太多了 我这胯筒跟不上 这就三个杂念了 你可以投入吗 很难 所以为什么说 我说演员 表演的最高境界 我问了很多年轻演员 说塑造人物 塑造有个性的人物 我说这不是表演的最高境界 我说表演的最高境界是控制 你要控制住你的表情 控制着你的情感 甚至于好的演员 能够控制到 我的眼泪在哪个台词上流下来 不是乱流一气 那是别乱的表演 他需要这个时候使劲的时候 他的眼泪帮助他的戏进了一步 就会打动观众 就是能够自如地支配自己 对 我觉得这是最高 所以这里有技术含量 这必须是技术 但是呢 你怎么运用你的技术 我觉得要加上自己的阅历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阅历 你只是单纯用技术的话 你就不可能去打动人 塑造人物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就不是控制了 不是有血有肉 我老是觉得那些 有些人说我要塑造一个 有血有肉的人 我觉得很滑稽 滑稽在于哪 你就是个人 本身就是有血有肉人 有性格的人 那是你最基本的东西 我觉得 因为你是用你的身体 我在用我的身体去演安家和 我不打人 但是我让更多的人相信 这个安家和是打人的人 对吧 我不是建国那种心 他性趋向有问题的人 但我要让你们相信 我可能有那样 我演的这个角色是那样 这个趋于什么 趋于技术和趋于你的生活阅历和你的积累 那么这样的人物是什么样的人物 是生动的 有生命力的 对吧 有生活质感的 所以生动 这两个字不是说单纯的就是生动 他有生命力 有生活 对吧 有生活的积累 然后有动感 能够打动你的心 他这个生动 两个字是 我觉得很丰富 作为一个角色来说 我实际上 我每年也在更新我的表演 一个演员的表演 你经常能给观众带来意外 我觉得远征 这是他经常有一些角色 让人意外 而且意外的相信和意外的喜欢 这就比较难了 我觉得你因为一个戏成功以后 你把这个戏作为一个范本 不断地去复制的时候 时间长了 可能观众就会觉得 你很没有进步 表演也是在更新的 你不信你拿出我 真眼景观时期的表演 你再看我今天的表演 是不一样的 不是说那个时候不好 那个时候可能是稚嫩的 另外那个时候可能带有一些痕迹的 就是说那个时候表演的观念的 那么实际上你在看现在的表演 已经不一样了 无论是放眼好莱坞 还有今天 包括新生代导演 我曾经有一年 我在拍一个戏 然后有一个有几个演员 就年轻的演员就问 说远征老师 说你最近在看什么戏 有什么好片子推荐我们 我说电影我没时间看 我说电视剧我有时候回家看 我最近我看一个好 我觉得不错电视剧 我觉得那几个年轻演员 演的挺有意思的 他说什么电视剧啊 我说那个叫将爱情尽情到底 哎呀那戏你也看 我说不对 我说那几个演员状态特别好 我说尽管他们可能不是用了很大的演技 我说但是是现在人的欣赏习惯 我说我都要向他们学 是吗 然后说他们就看 看了几天以后说 说真是挺有意思 那几个人的状态特好 结果这几个人是谁 李亚鹏 王学斌 徐静雷 徐静雷 廖凡 所以尽管那时候他们是年轻人 尽管那个时候他们的表演可能很稚嫩 但是他启发了我的一些表演 时代感 观念的转变 就是说时代在变化 我的表演也要调整 其实说了这么多 从技术到观念 到日常生活的阅历积累 其实说了半天 其实就几个字 一个演员的修养 对 谈了半天 实际上我们还是在谈这个演员 这个载体的修养 对 但你作为一个演员 这个社会人的时候 你在这个圈子里 你的修养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作为我个人来说 我能够走到今天 而且我能够 还能够我自己认为 还能够这么率真的话 是因为我的坚持 坚持 我在为人上头也是这样 就是我不高兴 我就告诉你我不高兴了 我也遇到过那种 就是说 我必须放下自己的架子 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是 在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要吃大体的时候 我一定会 但是放到自己的这个圈子当中 就像我们剧院何彬 给我总结的话 就是说 说冯远征只要走进 北京仁义的大门 你一看他的脸 你就知道他今天高兴 还是不高兴 所以 就是 他身上还有孩子气的东西 我是挂相 也可能因为我没有孩子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 就是还是这种孩子的状态 还有一个是 我真的是这样 你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宝国老师 我们拍钢铁年代的时候 他刚开始吧 就是 他老是 就是 在我说完词 没说完的时候 就把词打断了 你知道吗 他觉得生活 但是有的时候 打断的机会吧 你觉得不对 你知道吗 我重要的话还没说呢 他就打断了 然后我说 不行啊 因为我的戏 没演完了 但是他觉得这样挺生活 就两个人在 我觉得他想法是很对的 但是呢 这种实施起来 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必须是两个人 特默契才行 因为我们俩刚认识 不默契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挺 我现在翻过来 我挺孩子气的 我就说 他突然打断了 我说 我说挺 我说哥你打断我词了啊 对啊 他说我不就是要打断你的词吗 咱们俩说好了的 我说我后边词还没说呢 你得让我说完这句话 你再打断啊 哦哦 好吧好吧 他还挺 还挺那什么 他说好不好 然后 又说 又打断了 我说挺 我说你又打断我词了 哎就这么几个回合以后吧 他从此以后就会说 哎你到底让我在那 在哪打断你的词啊 或者之后我们俩就 特默契了 慢慢就 但是如果搁别的演员 可能就会说 大腕 大演员 人家打断就打断吧 对 别说了 恰恰我觉得 我是尊重他的 我没有因为说 我是会跟你抢戏 或者是什么 我是要完成我这个人物的 我是单纯的角度出发 他也是一个艺术家 实际上他也很单纯 他也并不是打断我词 是为了抢我的戏 他只是觉得这样是生活 但是可能我们开始 拍戏的这种默契还不到 所以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自内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种 就是他尽管抢 他也知道在哪抢我的词 我也知道 假如他把我重要的词抢完了 我还能凿巴回来 对 所以这就是两个人的默契 还是一个合作的默契 但是这圈里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比你有知名度 对吧 我可能就要按照我的时间来拍戏 对 我可能就要按照我的习惯来表演 对 我可能就觉得这个地方 有的演员做了导演的主 做了编剧的主 说就到此为止吧 你这段戏就别样了 可以 你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 首先说你会不会如此 我不会 未来非常有名 你会吗 不会 我到现在 如果是一个二十五六出头的导演 到了这个剧组 我不会直呼其名 天歌 我会说导演 我在现场永远是导演 然后如果他给我提 提问题的话 我永远说你说 说完以后 我如果觉得他说的不对 我会把他叫到一边 我说咱们分析一下 前头后头怎么回事 那么你觉得我这样还是这样 我会给他提供几个选择 我觉得 再年轻的导演 他也是你的一面镜子 你要尊重这面镜子 他是客观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主观的把这个戏 全改了以后 你势必伤害了 首先是伤害了你的合作者 还有有可能就伤害了这个戏 那么将来 他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作品 所以尽管对手演员 可能在表演经验上 在知名度上不如你 但我觉得尊重对方 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一个演员 都有可能大红大紫 但是如果一个演员 能够走到很高境界 还能够保持内心的清醒 态度上的谦和 就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实际上我曾经遇到过 也是很有名的演员 跟我演戏 他就有一场戏 他就执意不拍 我跟他讲了两个半小时 我平等地讲 不拍最后 我说那好吧 他有私心 他有想法 可能是 因为我的词比他的多 可能是 然后后来我就跟导演说 我说这场戏 我不说话了 我只说一句话 然后他就开始演说 我就坐在那听 我最后就说了一句话 演完以后 大家觉得 还是戏在我身上 我觉得关键是 你怎么去把握这个人物 是否对 你说的再多是没有用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做 做人的修养了 对 我觉得这个可以放弃 因为如果现场解决不了的时候 只有一方妥协的话 我愿意做妥协 但是我一定不会在戏上妥协 我可以在戏量上放弃 但我不会在塑造人物上妥协 这是你创作上的原则 对 那你做一个男人的原则是什么 首先是 坦荡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在这个社会上 真的你要坦荡 你只有坦荡了 你才能够活着自在 你才能够不会因为一件事情 让我去想办法 哎呀我怎么去弥补 因为特别是作为一个名人来说 还有一个就是说 包容 应该学会包容 一个男人 因为你在这个社会上 你如果学不会包容的话 我觉得可能很难 在你的事业上和生活中 去得到大家对你的认可 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可能对你的尊重 有些真的不包容的人 你会从心里 不会去尊重这个人 这是很麻烦 什么样的人 你是绝对不和他交朋友的 没有演员的人 心心胸狭窄的人 演员啊 看着就不喜欢 看着就不喜欢的人 我在单位有20年不说话的人 但我跟他没有矛盾 我以为你是一个 不会说自己怎么想就表现出什么 不不不 完全不是 你想和平的那句话就很代表我 所以今天跟你谈话 我才感觉更深刻的感到 实际上你对一个人的观察 外表是不准确的 实际上我觉得挺放松 在光荣绽放 因为在你老朋友的面前 我觉得这是最能让我放松的一切 谢谢 一个人在生活的这个世界上 会遇到很多问题 很多障碍 我们不可能和所有的人都产生共鸣 这时候你可能需要当众孤独的勇气 去战胜 去取得 或者是度过 我是个宅男 我不太希望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世界外头去 那么在剧组拍戏 比如说 我回到房间 我几乎很少出门 然后我会 有的时候电视的节目不好看 我就会电脑放一个那个 找一个片子 看 哇 看还不是 还不是那个 就是正经八百的看 要不就是在那站着 也没神 就在那 像跳绳一样 就这么跳 就看 跳累了歇会儿 然后再跳 就是为了锻炼所谓的腿部肌肉啊 就是一种锻炼的方式 纯粹的艺术家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椅子有背 没有背的话 我就是 就是这样 就往那一盘 把这腿往这一盘 就往一坐 就看 这一切都是为了表演 除了为了表演 还有就是健身嘛 你生活中是个很精致 很讲究 很热衷于享受的男人吗 两面性 你比如说 我每天要喝两杯咖啡 而且是过滤的那种 自己在家有着糊 过滤 就享受这个过程 然后我的书桌上的就乱到了 你去了你都懵了 但是你要跟我说 远征我想拿什么东西 我一下就能给你找到 搞整齐了 你就什么都找不到了 丹妮给我收拾过很多次 最后弄的我全都找不着了 那么我对用品的挑剔度比较高 我喜欢笔 写字的笔 我喜欢外形啊 或者是那什么 我不是说最贵的 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 或者这个挺合我 这个用的 我就买下来 那你是 我知道你们这圈里的很多男演员 喜欢奢侈品 甚至是名牌控 你呢 可能原来有一点点 现在没有 你觉得为什么原来有 现在没有 原来有是虚荣心吧 就是说大家都穿 或者大家都有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的话 好像有一点点丢人的感觉 那个是一个潮流 我觉得咱们圈里 最初期的阶段 大概是90年代 90年代末 2000年初的阶段 流行什么 香水 很多人都喷香水 田哥一过 这什么牌子 对吧 那个时候钱没到一定的时候 他只能买点香水 算奢侈品 后来可能买名牌包啊 什么的 现在是看车了 对 但是我现在好一点 就是说我现在 觉得过去了那个劲 我觉得生活实际上 可能越简单 越 我觉得精致 只精致一点 就够了 你比如说 为了做节目 买一些鞋 买一些衣服 是无奈的 但我也不一定去买最贵的 我也觉得合适就好 我觉得这和实力有关 这和境界有关 我觉得开始真的是 年轻一点的时候 会有一虚荣心 而且好像大家都有 你没有 总觉得你怕人家瞧不起 但是这个劲过去以后 你会发现 你已经不用了 就像我 我当初就不是凭脸蛋 吃饭的演员 我干嘛还要去美容 我干嘛还要去 有些人说 反正你那眼皮 有点掉下来 拿个刷眼皮 我可不能拉 我说拉完 我就不是我了 对吧 那翻回来说 就是比如说 说我要整点绒 我说我可不敢整 就说实际上 我不是靠这个的 那我干嘛要去 做这些东西 那如果说 我随着年龄的变化 我该演 我现在演爸爸辈了 我到有一天 该演爷爷 那我就自然地接受 我去演爷爷就完了 对 刚才你一来 大家就亲切地问你 但你为什么不来啊 对啊 就因为你们夫妻的 这种相爱 是大家反正 有口结杯的 我今天就不再去 听你们那个 爱情故事 听完以后 让人嫉妒的爱情故事了 我就想让你谈一谈 就是那种男人的出轨 你是怎么理解的 我觉得这是两种 关键是自身 关键是自身 就是你怎么把握自己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我到现在见着 年轻漂亮的女孩 我也喜欢 我也爱看两眼 我也会欣赏她 我客观地说 就是坦诚地说 我在剧组也遇着 暗示过我的女孩 但是我的态度是这样 就我是采取什么 我要让她和丹妮成为朋友 所以好多女孩 后来跟丹妮是好朋友 跟我就没有什么事了 对 还有一个就是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会让她感觉到 我更尊重她 我不会 比如说 一个女演员 有一点点暗示 让我感觉到了 她可能很热情 但是 我不会回避 说我不理她 假装好像没看见 我会更热情地跟她聊天 甚至于我会 让她看丹妮的相片 我会告诉她 我很喜欢 我很爱丹妮 我跟丹妮很好 出轨实际上我觉得 就是可能任何一个男人 都会有那一个瞬间 这女孩真好看 是吧 如果是怎么怎么样 但翻回来说 我觉得你真正 最后到达内心的那个结果 是什么 就是说 如果你 出个一定是指已婚男人了 就是你妻子 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还是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觉得婚姻走到最后 就是亲情 是一种幸福吗 不单是 我觉得这里头 情感很复杂 你像我跟丹妮现在 你说是亲情吗 我们今年是18年结婚 那么有亲情的东西在里头 但是我觉得爱 好像也越来越深了 就是爱情啊 但是跟小青年的那种热恋 那种炙热的那种东西 不一样了 然后还有一种 好像似乎有母子情的东西 在里头 有妇女情的东西在里头 甚至有情人的那种感觉 在里头 又偶尔会有那一瞬间 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 会有情人的那种感觉 那么还有 就是亲情可能越来越浓 但是呢 我觉得不单单变成了 左手拉右手 不是左手拉右手 现在众多的人 对爱情 对婚姻是悲观的 对 好像唯独你们是 彻底相信爱情 并且享受其中的 我觉得应该坦荡 对爱情应该坦荡 还有就是诱惑 因为现在诱惑太多以后吧 就是你是否能够把握自己 是否你 他对于 就当初你作为这段婚姻的 就是进入这段婚姻的时候 你是把它当做什么 我跟丹妮 没有海誓山盟 真的没有 然后他老跟我说这个 他说 你看你从来没有说 好像就一辈子 怎么怎么样 怎么 我说实际上 我说我当时跟他结婚的 我说咱俩就过日子吧 过 我在我们后来出的一本书里头 我也写了 就是说 就是生活 就是 特别是两个人的生活 就是 就是 像 就是过日子 过日子 过字是一个走支 加一个寸 日子是 一寸一寸的走过来的 所以它是过 人们都说 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 不幸福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幸 不 幸福的家庭是不一样的 不幸的家庭才是一样的呢 因为他都是悲剧 因为每个人的幸福不一样 对吧 对 有的人是 就是从单纯的情感上的幸福 有的人是 就是两个天伦之乐 有孩子的幸福 有的人是上有老下有小 他去享受 你比方陈晓逸 他说 我就享受上有老下有老一大家子人的幸福 热腾腾的 对 他是喜欢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那种幸福 这就是他家里的幸福 但是我家里是我没有孩子 但是我要享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幸福 所以 虽然每个幸福的家庭是不一样的 谢谢 很高兴今天跟远征谈话 侃侃而谈远征 但是我理解了 其实一个好男人 除了修养 还需要一种文化 我觉得文化不光是来自于书本 来自于生活 来自于朋友 还来自于你的价值观 对 实际上如果 我觉得 真的 就不管不要在意自己有多少钱 我觉得在意的自己 就是享受每一天 特别重要 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 我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好 首先 然后就是希望周围的朋友 特别特别好 开心 大家在一起是开心的 然后就是说 把自己的每一天的生活过好 远征的话 有很多可以值得分享的 有些我们还需要回去揣摩的 但是刚才他这个这样子双腿 在体质上锻炼身体的方式 大家也回去练练 我告诉你们 胖一点的赶紧练 减肥 这个腿 好 好